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猫没有任何相关病征 厨方继续为那批猫进行密切监察和跟进测试 发言人提醒致养宠物人士 需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并且保持家居环境清洁卫生 如果发现宠物的健康状况不出现改变 应该尽快寻求受医的意见 本港新增130宗本地个案 59宗为源头不明 占整体比例攀升至到四成半 初步确诊就有195宗灾仓疫情以来新高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疫情越趋严峻将会大力加强检测 和调整检疫措施 包括今个月内重设火眼实验室 最快下星期推行全民自愿快速检测 特首林郑月娥埃曼建记者 形容金波疫情是过去两年多以来最恶劣 继星期四宣布目标将每日的检测量 由10万次增加到20万次 最新将会在原来 在马鞍山体育馆重设火眼实验室 令总检测量增加至30万次 中央都多次向我传达了对于香港的关怀 物资和实验室里面的检测人员 我们都已经提出了要求 特别都是来自广东省 其实内地检测人员下来已经下落了 在农历年前开始已经下来 现在是那些现有的实验室 他又说正是采购大批的快速检测包 最快下星期向每名市民派发一个 推行一次自愿全民快速检测 那为什么不索性推行全民检测呢 林郑月娥强调新措施是要给市民求安心 不能够取代核酸检测 又重新现在综合多类检测的做法更为有效 举例污水样本验到阳性的大步昌云中心 1,300多个检测找出5名患者 成效率较前年9月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高148倍 我不是拿这些数字来维护 为什么我们好像叫极都不肯做全民检测 但当你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时候 一定要用在最有效益的地方 而隔离病床需求越来越大 林郑月娥宣布 竹高湾检测中心适当时会变为社区隔离设施 接收无病症的患者 而紧密接触者就会逐步改为居家隔离 家居检测不是没做过的 我们很早时候做过 最近在葵冲村 实行的时候一定会以风险为本 就是会看看这个需要隔离 需要检测的人士 他的年龄 他的居住的状况 我们才决定 是不是让他在家居检测 家居检测也需要配戴电子手带 来接受监察 他不认为现在的疫情失控 强调现阶段仍然需要采用围堵 动态清零的策略 我可以很肯定在这里和大家说 但区政府不会投降 我也希望市民是不应该放弃 只要市民协助我们配合我们 我们是有信心加强能力之后 是可以继续令到香港走出这个疫境 他说将会推出不少于200亿的 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 并涵盖上一轮未有受惠的行业 预料月中交立法会财委会讨论 无先电视记者 郭同音报道 有专家说快速测试的敏感度不够核酸检测 只能做第一层西检 又认为只是一次自愿性检测 未必达到最大效果 以后应该考虑针对性持续派发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标切短传播链 仍然要靠传民强制检测 快速检测包一般20分钟就有结果 有专家说准确度相对核酸检测较低 但有它的用处 要有一个机制就是要跟进阳性的个案 那些假阳性的人里面根本上就没有这个病 变成就是说如果有大量这些人 涌在一起去到急诊室 不单只会影响到急诊室的工作 也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 两位专家都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 要继续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里减低社区人流 对于特首林郑月娥认为前年疫情放缓的时候 做全民检测 盛效到现在做的维风强检低 有曾经联署要求全民检测的立法会议员不同意 至于必要时密切接触者要居家隔离 一旦确诊会不会令同住的家人受感染 而现在不少的大厦出现垂直传播的情况是否合适 梁子超就认为检疫单位有限 属于无办法中的办法 建议要求密切接触者每日做快速测试 确保一确诊就可以尽快送院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音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出席的北京东澳开幕式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上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促成北约停止继续扩张 又指责有外部势力 企图破坏共同比伦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承诺会加强合作 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到北京的跌鱼台国宾馆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由于防疫关系 双方并未握手 习近平说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 中俄始至不如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 兼并兼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这个战略决责 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 中俄两国坚守出心 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我也愿意同普京总统先生一道 为新历史条件下的中俄关系 规划蓝图定向领航 推动两国高水平的户信 源源不断转化为各领域的合作成果 习近平又强调 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有力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效应对外部干涉和地区安全威胁 维护国际战略稳定 普京就说俄中关系本住友谊 与战略合作伙伴的精神持续发展 前所未有 亦都是发展良好双边关系的范例 他又提到俄中定立新协议 俄罗斯会每年由远东地区 输送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给中国 今次是习近平和普京 由2019年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误 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未有明确提到现在的乌克兰危机 但就批评北弱和美国的印太战略 威胁地区稳定和安全 双方表明反对北弱进一步扩张 呼吁北弱放弃冷战思维 声明又说 反对外部势力企图破坏 共同比伦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承诺会在有关领域上加强合作 俄方确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两国签署国际关系声明 同一系列重点领域合作文件 加强东盟在区域框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加强在欧亚经济联盟 同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工作 以深发合作 无线电视记者李进来报道 先有食一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食环署和入境处分别有五个和一个职员 确诊或初步确诊 食环署说五个确诊或初步确诊的工人 分别在屯门和平新村广田街和中屋村负责清洁 其中三人星期一最后一日上班 另外两个人就星期三最后一日上班 十一个员工需要检疫 另外一个驻守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 负责后勤工作的入境事务助理员初步确诊 他星期一最后一日上班 处方随诊安排被基留人士和职员检测 全面清洁和消毒入境事务中心 因应疫情严峻 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和码头角基留中心 即日起到今月13日 暂停被基留人士的亲友探访 港帖即日起 扩大雇员在家工作的安排 港帖说为减低病毒传播风险 即日起到下星期五 除了提供前线服务 和需要在办公室履行特定职责员工外 其他后勤员工将尽量在家工作 有需要事有关安排会在现场 另外港帖也都加强清洁和消毒车站车厢 车站也都加强抽入新鲜空气 也都在乘客经常接触的地方 喷杀菌涂层 港帖说会密切留意疫情发展 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继续保持乘车环境清洁卫生 欢迎收看这次新闻 我是徐晋日 北京冬奥夜晚揭幕 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的开幕礼 主题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91个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 以及全球观众共同见证历史一刻 先由北京的文宇軒 讲一下开幕礼的情况 第24届东奥由24节气揭开序幕 开幕日适逢立春 春回大地 北京再次欢迎你 08年奥运 22年东奥 京城创造历史 成为首个商傲之城 人海战术不在 而是混合数码科技 展现东方艺术中国美学 56个民族各行各业的代表 将国旗手手相传 调查化身冰天雪地 再破冰而出 变成冰雪五环 迎接91个国家及地区的运动员 中国香港 港队第12队进场 暖度速滑代表朱定文担任持其手 一共有66个国家及地区等 派官方代表出席 速度滑冰的高亭宇 和有陀雪翠代表赵丹 带领国家队压续出场 代表各地的雪花纷飞 再会聚 象征四海一家 全球团结一心 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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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好 經歷世紀疫症 一步一腳印 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同一片天空一起向未來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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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點聖火儀式萬宗期待 七個運動員在場內接力 年紀由五十後到千禧後都有 體現身火相傳 兩位短度速滑奧運冠軍 周揚全都揚揚後 見到田徑百米飛人蘇炳天 破格參與其中 兩位千禧後 北歐兩項的趙家文 和越野滑雪的迪尼格爾 依賴木剛 共同負責最後一棒 點亮心形雪花 火焰化成連串煙火 照亮北京夜紅 中國人百年奧運夢 再寫下全其一頁 隨著聖火焰點 為期十六日的北京冬季 奧運也正式展開了 港隊今屆有三位運動員 角族是歷來最多的 無線電視記者 文宇軒北京報道 要親身觀賞北京冬奧開幕禮 觀眾中午起就要準備入場 經歷近八個小時的等待 終於見證到開幕一刻 尤其北京記者梁卓恩說一下 疫情下的開幕禮 不是人人都有份 本台的採訪隊 就獲邀以觀眾的身份見證 下午近六點 觀眾陸續入到鳥巢 坐定定等 入到鳥巢之後 見到會場裏面所有的椅 都由以往的紅白色 換上東澳主題的藍色 而為了減低感染風險 觀眾都要隔開坐 期間亦都要全程戴口罩 場內觀眾亦都收到一份禮品包 有毛毡、坐墊、拉帽和手套等等 由於觀眾中午的時候 已經要上車準備入會場 大會安排了午餐和晚餐 午餐有麵包等等大約十種食物 而晚餐就只有兩包朱古力 而場內的小賣部就有少量零食賣 寧下五度天氣之下 除了穿多些乳寒衣物 大會在開幕前 特別安排了表演幫觀眾熱身 觀眾興奮之餘 就連工作人員都跳一發 打鼓打鼓打鼓打 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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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观众直立一共分了三层 我们就获安排坐在中间这一层 与舞台非常之近 就连我们香港的代表队入场都看得非常之清楚 当国家队入场的时候 看台上面所有人都拍手欢呼 无线电视著北京记者梁卓因报道 北京东澳开幕 乘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 见到本港运动员时期进场感到高兴 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表示 日晚从办公室赶回家 见到担任持其手的香港运动员朱定文 在东澳开幕礼挥动驱旗感到兴奋 并形容他们精神斗手 反映本港运动员的努力和激情 在香港的骄傲 他说开幕式展现中国的力量和视讯 祝愿北京东澳圆满成功 香港运动员在比赛中创造佳式 会和市民一起为三个参赛香港运动员打气 休息一会 回到其他新闻 新闻时间 本港新增130宗本地确诊 59宗属于源头不明 占整体比例攀升至到四成半 其中有10宗发生在深水部区 初步确诊就有195宗 在创疫情以来新高 对局承认很难找到所有源头 但现时仍需要用围堵政策 新增的131宗确诊病例 3宗感染Delta变异病毒株 与彩雲二村名利流群组有关 另外123宗感染Omicron变异病毒株 四成半确诊病例 一共59宗属于源头不明 当中超过一半 即是10宗在深水埗区找到 分别住在医局街 北河街 南昌村 福荣街 岩寮街等 他们不是聚集在同一条街或同一条大厦 只不过是在那里居住的地址 所以我们都会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些相关的个案 可能他们有没有聚集 或者是会对方 我们要详细研究一下 源头不明确诊者涉及多个地盘 包括轮近火炭港铁站的工程地盘 亚街老街中电工程 官堂考铭街98号重建项目的地盘有旅人染疫 怀疑出现小型爆发 元朗广场食肆牛角 有两个工作人员确诊 安寅村姓工会林沪长者之家 再多一个院有染疫 另外多间公立医院一共9个员工染疫 曾经脱口罩聊天 以及用线的16个员工需要检疫 至今大约40个员工确诊或者需要隔离 一对早前确诊的母女 上个星期三曾经度过九龙湾香港儿童医院 接受营养咨询 一个营养师和病人服务助理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 其余全港各区有人染疫 分布在于景湾 东冲日东二村 上环帝后华亭一座 西湾河家坑湾二座 赤柱和平洲都有人染疫 疫情继续蔓延 本国是否仍然应该继续采用围堵策略呢 应该不是很容易可以找到源头 但是我们仍然都需要做一个围堵策略 因为我们现时对于要确保 我们那个香港的医疗体系 不会因为多个案受到崩溃 还有连长人士 尤其是连长人士 那个注射率是低的 我们一定要用围堵策略 我们确保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令到注射率可以提升 另外初步确诊有195中 包括土瓜环马亨冲道 康乐园护鲁中心一个工作人员 大约70个院友需要检疫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导 行政将官林郑月娥预告 下星期会交代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再次呼吁市民尤其是长者尽快打针 当局就宣布下个月14日起 安劳及残疾人士院舍的新院友 要打针才可以长期入住 严峻的疫情之下 特首林郑月娥说 外出流动人次只是减少大概两成 再次呼吁市民减少聚会 和今周末暂停宗教聚会 现在晚市禁堂食的社交距离措施 去到今月17日 他预告下星期二的行政会议会议会讨论收紧 同时都会讨论收例 以配合政府今月24日开始 实施的疫苗通行证 至于范围会不会扩展去到公共交通工具 他说要再商讨 过了一段时间 即按照可以打第三针 疫苗通行证 届时将会要求三针 才能使用通行证进入这个厕所 他再次呼吁长者打针 说第五波疫情以来 1300多个入院患者 只有5个人要吸氧气 全部没有打针 介乎60至94岁 社署宣布下月14日开始 新入住安老或残疾人士院舍的长期住宿者 需要至少打一剂的新冠疫苗 并且八个星期之内打完第二针 才可以继续住 除非是持有医生签罚的医学豁免证明书 证明因为健康状况不适宜打 另外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五开始 铜锣湾中会有新的疫苗接种中心 在里顿中心七楼下个星期二开始开放预约 报线电视记者陈坚报导 上个月29日有确诊者去过殡仪馆 林郑月娥承认同日也到场出席一场丧礼 她说星期五早早已进行快速检测 结果呈阴性 又强调自己没有传播风险 为什么选择不戴口罩我已经解释了 我不想重复 但我是非常谨慎我个人的卫生 我也非常谨慎 我不会传播给大家 因为我经常都做这种快速的抗原检测 而我做核酸检测也是不少的 因为行政长官有时出外 我就又做一些核酸检测 所以我是保证到 我是不会有传播风险 而由于我在这里跟你们禁远 或者在立法会跟主席和议员禁远 也是符合那个要求 稍后回来有另一次新闻